好了,我們講了這麼多關於摩西五經裡面的東西 特別是摩西出阿及記之後 就是由出阿及記、利未記、文素記、生命記 我們都講完了 所以我們再次回顧一下摩西的人生 鞠躬盡水可以用來形容摩西 所以結束之前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也要花點時間來看一看這個勁人摩西 這個也是生命記最後的惡章 我們看到一個完全成熟的人 又是豐盛的生命 他長久壓在這個重擔之下 什麼重擔啊?幾百萬人啊大哥 然後那幫人是進不了加拿來的 真是生氣到 好了,這個鞠躬盡水再加上重任的操練 對人心的弱減更加重要的是他日漸 對神的認識 摩西整個臨別的訓練 就透發著成熟、溫柔、幹練 以及熟神精明的味道 用施暴真的話來講 這就是令到生命記成為五經之中 最有意義、最感人的一件說 為什麼感人呢?後面說 摩西對基督是一個很突出的表記 我們自己應當去嘗試去找出來 這裡是我們特別注意的另一種言經的方法 就是傳記法 我們在這個生命記裡特別在最後這四章 我們可以追尋到這一代領袖最後的言行 直到他在尼波山的離世為止 我們試一下把這個要點列出來 其中就是 摩西勸臉、約書雅和尼美人 摩西歌頌神和勸文要守法 摩西祝福十二支牌 然後摩西就在尼波山上離世了 我們首先講一下摩西的死 生命記第34章 這章應該算是32的續章 中間插入了33章 這一章特別講到摩西的勢勢 首先第一個領袖就是 神向摩西證實他的應許 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都充滿活力 還有他後面是新一代領袖被揀選 首先講到在比斯加山 很可能就是尼波山的山峰 站在山頂再看完整個加南地 接下來所形容的地區 應該也代表了加南全地 也是神所應許給以色列列先祖的美地 可見神是信實 他向摩西證實了他的應該 這些指明是以為引領摩西來看地 證明摩西是面對面認識神的 也同時令到摩西可以向他的繼承人 說明那個地區是神所應許的 好了 那摩西死的時候就是一百二十歲 當時埃及的紀錄就說 智者一般死的年齡都是一百一十歲 那摩西還比他們長十年命 所以比智者更加超越 一百二十歲就是四十的三倍 而且這個摩西的一生事業 也都剛好每四年作為一個階段 他死的時候已經見到出埃及的以色列人 第三代的子孫長大 而當時摩西雖然年事已高 但仍然具有活力 這樣的描述是有意說明 摩西的事奉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是先知 因為摩西是面對面認識神 神是直接跟摩西說話 而後來的約書也都必須藉著祭司 污靈和土明來尋求神的旨意 摩西死的時候一百二十歲 他是唯一由神親自埋葬的人 神也都將他伯仁的身體安放在摩牙平原上面 按著猶太傳統的解釋 是不想令人知道墳墓所在 以免後人去敬拜他的鞋骨 你都知道他們恐怖 火蛇和銅蛇 那個銅蛇都可以用來拜的 那麼摩西這個人這麼重要 肯定變成神 好了 新一代的領袖被選選 這幾節經文就對摩西的品格和能力 做了最後的描述 他可以跟神親密地交通 做神奇妙神激其事無人能及 他是神的發言人和代表 習先知審判者祭司行政首長於一身 一直等到耶穌基督到來才可以作比較 基督也超過了摩西 那就是希伯來書講的內容 約書雅成為被簡算的領袖 摩西也用按手來證明 這次按手是證明了約書雅的領袖地位 他的智慧和能力早在過去40年裡 多次在以色人面前顯示 好 約 約是生命作者想要帶出來的意義 包括約的祝福和咒作 信福帶來的祝福是無可限制的 祝福的內容是提醒人、神、掌管歷史和自然界 咒作是神的管教 為了要保存聖結的子民和餘魂 秘魯並不是永遠的刑罰 而至終神必賜予復興的 我們先講到這裏 我們接下來會繼續跟大家講下去 謝謝大家